其实安盖的频率还是挺多的 所以我主要给大家分完表系 分为了古代品类 主要是直播 音频 约会 还有gaming 就是游戏社交 还有就是UGC 内容和社群的 那我们从第一个来看 就是直播 它主要是占社交行业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大概是能占到55%左右 那它主要分布的地区是美国 印度 还有沙特的地区 那它的类型来讲 也是比较看重ROI 和重回收的一个赛道 第二个的话就是音频类 这个赛道的话 其实我遇到的客户 多是做安卓端 也会有一些少不同 因为你看它的地区都能看出来 就是它是比较符合 东南亚用户的习惯的 所以它的这个品类 主要分布在印度 埃及 越南 中东 和美国这些地区 第三个的话是dating 就是交友约会类的 它涉及的地区就比较广 因为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是有交朋友的需求 各个地区都是需要的 所以它比较分散 那像东南亚 印尼 或者土耳其 欧美 其实都会有 第四个的话就是gaming 就是游戏社交的 那这种的话就是因为 可能之前疫情 那大家其实在线上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玩一些 类似狼人杀的那种游戏 其实它就属于gaming的范围内 那这一品类的话 主要是分布在印度 印尼和台湾 在我们来西亚的地区 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 比较少数就是比较新鲜的一个品类 叫 ugc 就是内容和社群 这种品类 那它的话是比较新鲜 就类似于元宇宙啊 就是我建一个社群啊 大家去交友这样啊 这个品类的话 目前主要分布在 就是东南亚的地区